台大创新设计学院20多位的学生到大西智三高中加剧木工科 进行6天的木工课程 特别的是这不是一般的跨校属席研习营队 而是台大正式承认的学分课程 为教育界创下罕介的跨学制 由上而下的教育合作 大西智三高中设立全台少有的加剧木工科 并邀来国内外大赛中得奖的工艺师 组成专业师资团队 以动手实作的方向培养学生 生活业界和学界的肯定 纷纷组团到校观摩体验 而国内顶尖的台大创新设计学院 不仅在今年寒假以东令营的课程体验模式 照访智三高中 现在更正式开设三学分的选修课程 要培养学生动手实作的能力 算是在弥补我们在校园里面 对于实物上脱节的那个不足 就是在弥补这个 真的投入在一个实际操作的那个空白 那我觉得这个在对于 以一个大学体系里面的补充 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通常大学教育里面 它是理论先行 那其实理论先行 在最常遇到的状况 就是它会跟社会脱离 那实物虽然只是简单的目作而已 但它却在这个过程之中 不管你是讲体会也好 还是你是在说明一个简单的一个实作 但是它所花费的时间跟精力 其实是不亚于在我们在课堂训练上 在各种讨论或者是理论学习 一连六天的木工课程 在自散高中内展开 学校表示 为了这一次也设计一系列的专业实作课程 教导台大学生如何一步步完成木板凳的制作 一个高中级的课程 然后能够邀请到台大工学院的院长来到现场 然后是台湾大学一个正式学分的认证 我想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突破跟改变 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国立的大学 去认证一个实力高中级的学分 自散高中表示台大创新设计学院 这次来到学校合作 并且列为正式学分课程 除了肯定技职教育 也让大西木裔文化得以发扬传承下去 桃西文董玉飞大西采访报道